以众生为眷属 那这样以后就没有个人的痛苦 所以所有的痛苦来自于你的执着 我的先生 我的太太 我的儿子不听话 我的女儿婚姻不快乐 我的身体生病 那都是因为执着有这个我 那你要满足这个我 明明没有我的存在 所以你会越爱越空虚 越伤不越痛苦 那各位 这一点是佛陀要救度我们的 佛陀体悟到无我的空性 所以这个世间 你能够达到空解脱 无愿解脱 就不需要去追求了 所以呢 无作解脱 就不需要去造业了 真正的快乐 来自于一种无我的奉献 而且这种快乐不用等到你死啊 那因为你只要经常去思维空性 根本就没有这个我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智慧可以让你当下解脱 所以各位要去了解心经啊 什么叫行神波罗蜜多士 那就叫你去分析 万法包括我的身体 包括一根手指头 包括一根头发 都是种种因缘和合而产生的 你要养成那个习惯 所以我希望各位也经常 来到荒郊野外 静静的在树下打坐 坐栓的就走一走 走一走 思维一下树从哪里来的 我从哪里来的 我的存在能够离开树吗 我的存在能够离开这个土地吗 所以因为树因为有阳光 有泥土 有水 透过时间 而且它还继续在依靠这个 就像今天你点一个灯 然后你把上面盖一下 灯没有空气 灯就洗掉了 所以原来灯的存在 是来自于油 空气 火的助源 所以灯是一种因缘和合 那灯没有永恒存在的灯 因为离开火 离开水 离开这些灯心 那就没有灯的存在 所以你一直去分析自己 这个我的存在 当下存在 那今天没有吃早餐 没有吃午餐 没有喝水 没有空气给你 那我这个我哪有存在 所以我在哪里 所以所谓的存在跟那些灰一样 它都是一个暂时的存在 离开外在的各种因缘 它也不存在 所以就像天上的彩虹 你都知道彩虹只是一个幻化 暂时的存在 刚好在那个时间 那个因缘 那个水气 所以它出现彩虹 但是同样的一样 我们心很好 我们很认真 它就会有好因缘 会出现彩虹 原来这个彩虹 除了是水阳光的因缘 还有我们的悲心 那我们的悲心 为什么可以让这些水 聚合在这样 哇 原来这些雨神 天空神 太阳神 都一起在水起这个事情 所以就会创造这个 不可思议的因缘 所以我想 每个人身上都有癌细胞 本来就有 那这个癌细胞 它自己新陈代谢 但是问题是 你开始去破坏它了 甚至造很多液 这个癌细胞 净化不了了 就像麻菲一样 麻菲本来就可以 净化病苦 它是不是拿来享受的 所以我们的身体 随时都保持在 正根腹的地水火风 本来就是要配合 所以中医给我们把脉 你不能火气太大 你不能水气太多 你不能如何 它要让你保持在 调和的状态 但是因为人类执着 哇 哇 所以他爱他的钱 超过于树木 他爱他的儿子 超过那只狗 他爱他的老公 超过于别人 那这个执着 就会让你老公很痛苦 跑掉 哇 不自由呢 我没结婚以前 多自由呢 多快乐呢 现在没办法了 所以儿子又生下来 这下更苦了 这下不拼命都不行了 很多男人拼命 是为了养儿子 所以他要死之前 也要把这个东西弄好 给他儿子财产 他才死才甘愿 他这样甘愿不了 他死了 继续来做他儿子的女儿 或是他家的狗 因为他执着 他不是以为说死了 因为他执着的东西 他就走不掉 你花多少钱 超度也超度不了他 除非他愿意放下 那希望我 我的艺术师 希望大家 都去思维这个道理 免得执着 那你一执着 你就轮回 那为什么 我们要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这样 放下 世间是假 渐死的 就像做梦一样 就像我们今天的法会 有开始必定有结束 这是一定的 不可能不结束的 所以一切都是 状态都是如此 只是在这个 开始到结束 这个无偿的过程 我们把握姻缘 一毛钱都带不走 接下来你 你从出生 董事就开始赚钱 赚到九十岁 赚了一百亿 一毛也带不走 那如何带走 那你把这个钱 拿去布施 供养三宝 这个钱你还可以带得走 下辈子你还继续有福报 如果你赚了一百亿 然后很自私的 只有你的私心 我要买土地 给我儿子 给我女儿 他们一点也不会 他们会把你的钱花光 让你气死 那你下辈子 还是做一个穷光蛋 没钱的穷光蛋 就像佛经里面的故事 一个有钱人 很迁滩 留给他子孙 结果留给他子孙以后 他们子孙有钱 乱花钱 他去投胎在一个乞丐村 因为他没有布施过了 那个乞丐村 本来这一批人经常去做乞丐 还有东西 自从他怀孕以后 他怀孕他妈妈 整个乞丐村出去都没有 乞丐不到半毛钱 大家就一直调查 哦 原来 原来 是这个女孩子怀孕 就把这个女孩子 他妈妈赶出去 他妈妈一赶出去以后 他们这乞丐又有东西吃了 后来他妈妈也没办法 他自然怀孕了 把小孩子生下来 养到可以走路了 就把他赶走 妈妈为你有够苦了 给他一个竹竿 你自己去做乞丐吧 不然他妈妈只能吃垃圾堆的东西 你看 一个人有什么都堪衰 堪到他里衰 上辈子有钱人 把所有的黄金珠宝都给儿女 现在投胎在哪里都败坏到别人 后来这个乞丐 各位这个故事都听过 拿着拐杖到处走走走 谁跟他有缘 他旧家有缘 所以他又回到他的旧家 要去做乞丐 结果被里面的工人打 工人还跟主人说 有个乞丐来 我去打他 赶快把他打走 打得头破血流 都不知道说 儿子孙子在打祖父 你看 祖今天有这么多钱 是祖父留给你们 他们哪里知道 后来 瑟利佛尊者有神通慈悲 故意跑来跟他们说 不知道是佛陀还设例子 显现给他们看 这个乞丐你们不能打 这个乞丐是你阿公 你们这些孙子 你爸爸这么有钱 是你祖父留下来了 他说你乱讲 他看不会 佛陀这么庄严 也不会乱讲 佛陀说 我证明给你看 我刚问这个孙子 你在生的时候 还留了一些财产 都没有讲出来 去挖出来看看 他自己跑去挖 挖出来了 他们家就相信了 佛陀更给他们开示 原来是如此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真相 如果你这辈子 努力赚了很多钱 只想到你子 你孙 你对社会没有奉献 那社会 你永远没有人赚到 你赚不了大家的钱 因为社会没欠你钱 所以各位 千万不要逃漏税 你逃漏税 你欠社会的 欠国家的 那你永远没办法 在这一片土地赚到钱 记住 就像一个公务人员 去贪污 连上班都不要上了 还被抓去关 去服劳役 这也是一个现世因果 何况有来世 所以你捐给国家的钱 这是人民该有的税金 那因为你不相信国家 所以国家也不会相信你 虽然你交给国家 交给十块 国家用了八块还两块 那不管 这八块钱 对地方一定有帮助 可以用到自来水 可以用到电 可以坐车 可以有警察 这些是老百姓 合起来的钱 对整个国家有帮助 虽然这个也是布施 而且范围是国家 但是如果各位 除了国家 你又像今天这样布施 回向的是法界众生 那你跟世界结缘 所以我师父才给我讲 如果你发现 深深事出家 你要好好布施 你走到哪里 你就是天下一富翁 你都不用烦恼钱 过去你帮助的众生 都会来帮助你 同样各位在公司上班 你要用这种心态去上班 我要替老板想 我要替同事想 我要替客户想 我更要替国家想 你会发现 老板一下就生你做总经理 老板相信你 生你做主管 生你薪水 整个社会对你很好 那这个就是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改变命运不用等未来 心改变 命运就改变 如果你一直跟老板对立 你不相信员工 你欺负客户 那你永远像过街老鼠 还要活活被打死 没地方住 你看老鼠多可怜 躲在人家家里 一出现就打给你死 老鼠没有自己的地方 还叫过街老鼠 为什么 因为它 它去侵犯别人 所以各位 你现在学佛了 那你心态要改变 不分在家出家 心态改变 一切为众生 多去服务别人 想办法走到哪里 就服务 所以提早下课 大家拿一些米 到别的地方 木区撒撒米 到河边撒撒米 一人有一把香 我拿这个香 倒上去做烟供 我有一个嘴巴 再加上一个心 我今天八观宰戒 八观宰戒功德太大了 我用这个功德 加入这个水 加入我的声音 给他们念佛 希望我看到的人 都得到我的功德 人也是众生之一 那你今天八观宰戒 就圆圆满满 一直坐到三更半夜 再回去睡觉 连睡觉都还在得功德 明天早上睡醒 又把功德再一次回向 所以佛陀 要我们过这样的 清静慈悲的生活 一天一夜 那是永远要记住 不要被境界影响 因为八观宰戒 就是出离心 不要起贪嗔痴 别人骂你 别人伤害你 在八观宰戒这一天 小野障 重业轻爆 今天各位守八观宰戒 回去发烧 修凉 凉得感冒 那不是小野障 本来头要中风了 让你头痛三天 不用中风了 没有地狱的果报了 让你拉肚子一天 胃肠癌症消除了 让你不小心 去踢到一个石头 脚有点痛 断腿的业障消除 因为这个业还是要来 那至少 重业轻爆 所以了解这个心态 那各位念佛的时候 更要知道 愿众生都了解这个 不要执着这个世间 这个世间 是我们基福宝 成佛最好的助缘 人成及佛成 六道里面 做人是最殊胜的 做人的里面 来修行 就像各位今天一样 没有去上班 精进的修行 那这个是最大的福报 一年给你赚一千万 又怎么样 买一栋房子 买两栋房子 买三栋房子 买不了你的下辈子 也买不了你的后半辈子 所以刚才各位 刚才听那一位 Christina讲 我就是知道这样 他爸爸是土夫 爸爸是妈妈死 全家都死光 就剩下他一个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已经腰都不能动了 腰不能动了 那我要讲 这是杀业的果报 所以救马 因为马就是腰被骑 所以我说来 你要特别救马 你救马 你腰就可以动 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因为 就鼓励他这样做 也鼓励他吃素 所以他现在也动得不错 也很认真 外国人这一点 我们赞叹 做事就是太认真 特别德国人的思想 他们就是非常认真 这样就改变他 然后也去改变很多人 所以我去德国 他们就安排我 狗归衣 牛归衣 带我们去集中营 因为他知道还有鬼 所以犹太人被杀的地方 战争的地方 哪里的地方 他们就号召越来越多人 但是你要跟他们结缘 要对他们好 所以我一开始 就给他们一万美金 后来又给 就开始去救 他们想 哪有这种事 对不对 我们要帮忙 尽量鼓励 用各种方法 你要布施 爱语 然后希望他们 把事情做成一种制度化 更多人帮忙 所以现在那边 号召越来越多人 越来越多人在帮忙 我想这是他们的个性 他们一做起来 比我们还认真 比我们还冲 但是如何 提醒他们对动物的关怀 对众生的关怀 死亡者要关怀 活的人应该要怎么做 当然我刚才说 这个世间虽然不执着 但是各位要很努力 在这个世间 所以释迦莫利佛说 也五卓二世认真一天修行 超过极乐世界 修一百年的功德 所以在五卓二世 一日一夜八观在界 超过佛陀正法时间 五百年出家的功德 在佛陀在世 你出家五百年 还不如在末法一天的功德 所以虽然佛教讲 艳离世间 世间无常 但是却要把握当下 就是知道说 希望是一定的 无常是一定的 所以我们要把握 分分秒秒 去追求真理 那永恒的真理是什么 现在心不可得 一切也都是虚幻的 我们只是借由这个修行来调伏自己的贪嗔痴 借由这个修行来跟众生结善于 就像各位刚刚把钱布施掉了 没有了 就是这样 对你来讲 达到一种舍离金钱的迁谈 当然布施也有人布施一百 也有人拿出一万块 但是大部分都一两百 一千的放口袋 哎呦 不要拿错 拿错亏大了 这代表 你看我们这个千贪心 你要整百堆出来 丹下去 难得有这个机会 在八关灾界 又能够跟欧洲结缘 结果 你今天把你口袋全部的钱放下去 你才知道说 为什么后面赚钱这么容易 为什么 为什么你儿子会赚到钱 为什么 这边人 为什么他家土地那么大 哪一天你就会了解的 你现实也会有感应 你未来也有感应 所以我想 出离心不是叫我们 抛弃放弃 而是不执着却善用它 像各位有丰富的感情 为什么要把丰富的感情 拿来爱一个男人 爱一个女人 爱到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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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到要对方抬死 然后爱又怎么样 哪一天你也要离开 老母疼怕疼疼 爱到要死 爱到你也没法度 你也没法度 往生去就洗掉 因为这个执着吧 但是你要把这个丰富的感情 化为不可思议的慈悲心 去爱众生的力量 那种力量可很大了 何必浪费感情 但是如果你把感情 硬压抑 那也很痛苦啊 你能够压多久 你会憋死的 所以佛陀叫我们 转化自私的感情 不执着它 因为它是幻化苦的 却成为一种 大家都喜欢的慈悲 您儿子没有在爱 没有你去爱过了 好不好 您儿子没有在爱 没有你去流浪汗 好好地爱一下 孤儿院多好啊 去做孤儿院的妈妈 去做老人院的儿女 去做众生的母亲 那这样去爱就好 所以释迦牟尼佛 就会要我们出家人的这样 就像各位今天 不能有自私的爱情 不要有那个想法 然后呢 专心地修 努力地帮助别人 最好各位今天 法会严谣 去做念啊 去关怀啊 去光红啊 想尽办法 这些小会 到处都需要真爱 所以我希望各位 可以做英国 去压米 就算没人给你倒 那你到河边 海边 树下 阴暗处 太多地方了 所以我们经常开车 经过孤儿院 车上一条队就开始做了 对不对 那些众生可高兴了 而且你有心要做 众生会给你带路 你车开到那里 他就让你 开到他们那里去 就说奇怪 看那个哪里 看不到去 那不是众生自己安排 你不是要做英国 我带你来去 那你就会 以后你就随缘了 反正他给你安排 你去那里做烟共 哎呀 众生高兴啊 下回你会更福报 能够圆满更多事情 所以各位 你才觉得说 不可思议 佛法不可思议 即使我们的说 都叫做 南无阿弥陀佛 不执着世间 然后呢 慈悲这个世间 然后我们现在 就在建立自己的净土 以阿弥陀佛的净土 为榜样 来建立众生的净土 给不一样的净土 所以我们将来 也可以千百亿化身 如果你不执着 你这个身体 你就可以念一下 千百亿化身 释迦摩尼佛 所以释迦摩尼佛 地藏菩萨 观音菩萨 都是千百亿化身 为什么 因为你有空性 那为什么会变成 千百亿化身 因为你有悲心 如果你光有空性 没有悲心 那你就会变成 阿罗汉一样 赶快入涅槃 不要再醒过来 你有醒过来就痛苦 但是你有这种 这种空性 没有贪神 又有千百 这种大慈大悲 所以下回变成 瑞士也有一个 欧洲也有一个 日本也有一个 整个世界 你有百千万个 一样的 同样思想理念的 这个叫法身 借由一个肉体 变成一只狗 变成狗王 所以有人问我有问题 那发菩提心众生 为什么不能杀 都有可能 发菩提心众生 会变成蚂蚁 会变成鱼 像释迦摩尼佛 会变成马 会变成狗 这一只狗 这一只狮子 这一只蛇 它没有在杀身的 它是在保护它的群体 也引导这些群体 就像释迦摩尼佛 做兔王 引导所有森林里面的动物 懂得不失 懂得清净三宝 乃至它牺牲 它自己的生命 所以这个世间 有无量的佛菩萨 一直在视线的化身 你千万不要去杀 如果你去杀它 那你怎么知道哪一只是 所以不能杀就没事了 但是你特别知道 这一只是鹿王 就像我经常看的 美国有野牛在迁徙 一定有一只王 像我们牛圆 我们养了很多牛才知道 每一个护身员都有一只王 原来有一只王 最近我们马来西亚 又救一只羊 四只脚 很奇怪 这一只羊是一位王 羊王 所以呢 连我们战日法师 都是他的大臣 要听他的 所以他来到那边 他可以领导所有的羊 所以因为他的威得力 所以一放进去 每一只羊都要听他 所以我们骆驼里面 有一个骆驼王 而且我们骆驼里面 还有一只是我们 战将法师的阿嬷 还阿嬷 为什么因为上回去 大家到喂骆驼都跑掉了 战将士站在那边拍照 骆驼都在 亲他的头 所以就亲他的头 阿嬷疼孙 对不对 硬要亲他的头 谁也不亲就亲他的 这就是他跟他的缘 不然阿嬷怎么会来 对不对 因为你持悲心 所以你去救命 阿嬷会来 那只蛇也会来 都跟你有缘的 没有缘 不可能你救得到他的命 就像各位今天 就喂那些虱目鱼 撒撒水 看看那些鸡 那些鸡在咕咕咕 它是在叫 鸡 你听不懂 它要跟你打招呼 它唯一跟你打招呼 就是方法 那些鱼跟我打招呼 就是跳起来 跳起来 就要跟你打招呼 因为它让你看到它 所以我们每次放声 就有几只鱼 会跳起来 会跳起来 一直跟你跳 所以各位 你千万不要说 动物不知道 动物只是不会讲话 但它知道 就像各位看网络 一只吃醋的猫 一定要它主人抱它 吃醋的狗 对不对 因为它还认为它是它太太 它还是认为它是它的情人 所以主人要帮它安抚 抱抱抱抱抱 忙你按摩 你欠它感情债 它现在做狗了 你要三更半夜抱着它睡觉 替它洗澡 你上辈子没有好好对待它 只能对你欠它 对不对 那这个只是因为轮回外向不一样 但是你跟它的因缘都还在 那各位了解这个道理 虽然一切都不执着 但是什么 广结善缘 广结法缘 就是这样 想尽办法 所以八观再戒 不是各位来受戒就算了 那我今天讲的是 这种的俗性 以这种的俗性 各位对中国小会 念阿弥陀佛 对中国法改中心 念阿弥陀佛 那你来对好 给它吃 不要给它台 给它保佑 给它欢喜 给它相信你 你也太多 过去我们杀生 所以我们现在放生 慢慢慢慢 你要培养一种平等的爱 你既然爱贵也要爱阿 你既然爱你就不用接到你的老婆 随缘吧 慢慢你把男女的家庭的执着放下 凭成一种平等的大爱 所以那这样去爱护所有生命 那我想我们办这个也是如此 从小小一个人的放生 变成很多人在放生 互生 从台湾到东南亚 到世界 每一个角落 都有大家的力量 大家互相祝福 互相帮忙 所以因为我们希望 人也也好 动物也好 有情也好 本来都是一家人 简单说一句 什么叫大胜虎 众生就是我 根本就没有单独的我 离开众生就没有我 所以关怀众生才能找到自己 慈悲才可以找到自信 可以开悟 所以只有众生 没有自己 所以众生包括外国人 包括那些猫啊 狗啊 鬼啊 天人 只要六道众生 一直摆在前面 都是我 真正的我 要有这种 没有私我 只有大我的思想 天下为公 每一个国家 都是我们的国家 每一个友情 都是我们的父母 那各位现在 这个思想 那弄无啊 那是各位要化为实际 那所八幻灾界 大乘佛教 不是我们光躲在家里 持戒念佛 这样我不要造恶业 而是你要 把自己奉献给众生 那你所八幻灾界 那一天 那你去老人医院 孤儿院 都去帮忙 特别各位 你做事业 没有人帮你忙 钱不够 代表你没帮人忙 那你现在就开始去帮他 去帮他 你就结很多人员 那有人员就有 我人有钱 那你就会有福报 把事业做大一点 那事业做大一点的动机 是想要服务更多人 而不是想要赚更多钱 所以你会越做越大 越做越大 但是你不想要占有这个钱 回馈社会 等你事业做更大 老人院 孤儿院 对员工好一点 免费吃三餐 员工满七十岁 你还要给他钱 员工生儿子 你还要给他钱 那你像一个小净土一样 来你公司上班的人 得到全家的利益 生老病死 你都照顾他 因为你越来越有福报 所以你越想要回馈 那你就越有福报 良性循环 那这样你才可以广结善缘 哪一天你成为一个大老板 你的员工有一万人 那一万人都生生世世 都是你的最大的护法 因为你一直对他们很好 一万人就有一万个家庭 而且做的产品 乃至食物都跟众生都在结缘 就像我们狗园的食物 都来自于义美 义美的变好吃吗 这狗有福报都吃义美的 让你人吃老变的 所以那时候无论如何 很多居士拿很多东西来结缘 所以各位 你可以真的你在你家 后面有一块地 一分地你没有要用 那你就麻烦你种种牧草 种完以后就拿来给我们 这些牛羊吃 那你总比那边种一些花给自己看好吧 就浪费 那种一些牛羊喜欢吃的 你要做一点功德 但是你干脆有一分地给它挖一挖 那你养一千只猪蚊井也好 养一千只泥丘也好 养几只牛蛙在你家一挖挖挖也好吧 但是你尽力就好 你有一分地 哪一天你就变成五分地 变成有一甲地 变成有十甲地 那从哪一天你就变成有一个净土 不是光牛羊猫 是所有众生都能够到你净土来 而且得到佛的加持 最后就近解脱 那各位要求来去输入这个道理 这叫做 南无阿弥陀佛 我要向十方诸佛 学习成佛 帮助众生的方法 这个叫一心念佛 千万不要把念佛当作一种迷信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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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照顾病人 你不可能成佛的 你念什么咒都没有用 你不符合慈悲 你念咒都没有用 这点很现实的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千万不要法直 我认为这个才是佛法 这个不是佛法 什么是绝对的空性出离心 万法都是佛法 生老病死 打你骂你 都是佛法 利用它来看到空性跟悲心 千万不要分说 打坐才是佛法 煮开水不是佛法 煮开水是个空性 可以服务众生 众生喝到开水 如河甘露一样 那你要万事万物都去做 这个叫一切自在 得一切法自在 因为面对一切法 做一件事情 你都是在修行 那我想佛陀要我们 受八幻灾界 融入到你的生活 所以各位今天来 受一天的八幻灾界 那你要融入于你的家庭 融入于你的亲戚朋友 社会 公司 团体 成为一个清静 充满爱心 随时帮助别人 解决别人痛苦的人 还可以引导对方 那我想这个是八幻灾界 大家来读佛学院一天 不断地训练 不断地大家听闻佛法 所以今天我们来了解 好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 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1996-523210